在如今这个以时间就是金钱为至上的世界里 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是很重要的 有了自己的车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必担心中途路转车问题 而汽车开的时间长了 或者在行驶过程中不注意就会损害汽车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谈一下汽车底盘的问题 汽车底盘的作用一般是用于安装和支撑发动机的硬件 并把发动机的动力转换为汽车的行动力 使之能够行驶 所以说汽车底盘对一辆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而汽车底盘有所损害也是令人很头疼的 特别是汽车底盘有异响的时候 所传达的噪音更是让人无法忍受 那造成汽车底盘异响的情况有哪些呢 由于盘式制动器的制动提片支撑板等问题出现 这种出现异响的情况在平坦的道路上时 会听到轻微的声响 在电波不平的道路上行驶时 异响会更大 但在转弯或踩着踏动板时 这种声音又会消失 这种情况下 只需要去维修店更换一下受损的零件就可以了 其次 有一些在行驶过程中 网撞随意不爱汽车 在过减速带时不仅不减速 甚至横冲直撞 导致车子底盘受损 从而引发异响 还有一种情况是刹车系统问题 汽车的刹车变属于易消耗品 刹车片对于我们来说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刹车片变薄时 我们的刹车系统也会受到影响 且刹车片的厚度绝对不低于3毫米 否则就会发出异响 一般情况下 车子行驶在8年左右就要成为二手车 而如果我们好好爱惜它的话 它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很差 这也是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处 至少不会在行驶的时候出现异响